当前疫情防治工作中 就职患者是重中之重 特别是武汉市 医疗就职任务十分繁重 2月13号 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郭彦宏 在国务院联方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将持续加大力度 举全国之力 坚决把就职资源集中到抗疫一线 我们全力以赴持援湖北武汉 从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调集了2万多的医护人员 组成了180多个医疗队 我们支持湖北和武汉 今天军队系统又增援了2600名医护 来赶赴武汉承担救治的任务 郭彦宏介绍 国家卫健委同时调集了精兵强将 派出最强的医疗力量 我们派出了三支我们院士团队 这个包括钟南山院士团队 王晨院士团队和李兰娟院士团队 他们呢帮助湖北武汉 包括全国加强复杂 微重症的会诊和救治 同时积极探索新的药物 新的疗法 及时呢将行之有效的 这些治疗方法 能够及时纳入到诊疗方案 指导全国的医疗救治工作 郭彦宏表示 除了武汉以外 16个地市 县市州 同样是湖北省救治工作 防控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在整个我们工作部署的两天之内 这19个省与对口支援的地市 都已经建立了支援关系 明确了支援重点 同时呢也完善了支援的方案 在两天之内呢 应该说就派出了一共是25支医疗队 3500多名医务人员 实现呢 对这个16个地市的需求的 全覆盖和全满足 郭彦宏说 国家卫健委 还要求支援省份 根据湖北地市的需要 在派出力量的同时 还要增派50%的力量作为储备 让增援力量等患者等任务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